国内的新冠疫情到昨天为止已经长达110天 都没有本土的确诊病例 不过可能要破功了吗 这有一名在中部从事离岸风电产业的外籍工程师 虽然他是没有症状的 不过因为最近要返回欧洲休假 依照规定要在台湾先进行筛检 没想到裁检出来发现他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 目前还有在指挥中心来进一步确认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他们不会对还是疑似的个案来做说明 台湾在防疫上漫长交出了亮眼成绩 到7月31号为止已经连续110天本土个案加零 但如今能量是要破功了吗 传出有一名工程师疑似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名外籍工程师主要是在中部从事离岸风电工程 本身没有相关症状 但因为最近要回欧洲休假 他主动到医院筛检 没想到一彩呈现入阳性 立即被通报到当地卫生局 目前疑似染疫的工程师 也被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 等待二采结果 病毒有很多个基因 所以我会验另外一个基因在不在 如果另外一个基因还是测得到 那大概就是阳性了 因为你已经测到两个病毒的基因 根据了解这名外籍工程师 受聘于一家总部在欧洲的外商公司 今年5月初来到台湾工作 之前入境时也曾经接受过14天的居家检疫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而他在台湾的接触者 除了有同事跟朋友之外 因为平时都住在跟公司配合的合约饭店 恰常在台旗舰还经常往返北部总公司 跟西部海岸工地 更增加疫调困难 传出同事也接货 需要居家隔离14天的通知 从日籍旅大山到太极医工 跟外籍工程师疑似确诊 专家强调国内第一波疫情 其实都还没结束 这名工程师是否会成为本土个案 就等指挥中心给答案 就问陈俊顺 已故前总统李登辉辞世 享其受98岁 总统府在台北宾馆设置了追思会场 在今天开放对外到8月16号为止 每一天早上开放时间 是早上的5点钟 一直到下午的5点 而今天上午9点钟 蔡总统以及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就依序前往李前总统的追思会 献花悼念 现场气氛肃肃目哀期 蔡英文总统在会场外的追思墙 写上了 民主台湾有您永恒眷顾的字条 而赖清德写着 衷心感谢对台湾的贡献 苏贞昌则留言说 请安心请安息 感谢为台湾贡献 我们会继续打拼 另外前总统马英九 前副总统吴敦毅 也分别到追思会场致意 不过一度传出会出席致哀的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则没有现身 献花致意 总统蔡英文肃目哀伤 向顾总统李登辉至上醉身哀悼 蔡英文在会场外留下追思纸条 写下民主台湾有您永恒眷顾的字条 表达无限感念 总统李前总统是不是确定将在五指山军人公墓 蔡总统表情严肃 微微点头 也间接证实 李登辉未来的长眠之地 将在国军五指山军人公墓的特训区 而除了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陆续到场致意 前总统马英九戴上墨镜 口罩献身会场 不过马英九在追悼仪式后 并没有写下句子片语 就挥手离开台北宾馆 反倒是前副总统吴敦毅有些感触 诗人感恩是一回诗 我觉得他为国为民贡献自大 你要说人手都一口那不可能 所以只要多的国人肯定他 这就是在历史会留下 李登辉的追思会场 庄严肃木没有过多的装饰 只用白玫瑰白色蝴蝶蓝作为点缀 追思会开放第一天 政界人士纷纷到场致意 但原本传出会到场的国民党 荣誉主席连战最后却没出席 台北宾馆从8月1号开始到16号 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对外开放 让外界都能对李登辉表达缅怀之意 记者叶林立民家台北总导 前总统李登辉去世 日本政坛十分的震惊 而NHK2015年访问过李前总统时 当时李前总统表示 他可能还有5年的时间 可以为台湾努力 这一番话仿佛泄露了天机 而日本媒体报导了 日本的政府现在属意让前首相 森喜朗来出席李前总统的 专理表达艾丝 李前总统去世 引发日本政坛震动 政府高级官员感叹 犹如巨星陨落 由于现任东京奥委会主席的 83岁日本前首相森喜朗 曾经在2001年排除万难 让李前总统访日 日本政府考虑指派跟李前总统 生前有往来的森喜朗 来台参加丧礼 NHK还播出李前总统2015年的专访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李前总统当时已经泄露了天机 自民党53名议员组成的 日本尊严与国家利益维护会 31号提案 呼吁安倍政府考虑向李登辉 颁证日本最高级别的勋章 李前总统生前9次访日 奠定了台日关系的良好基础 这是李前总统去世 日本方面不但肯定 他对台湾民主化的攻击 参加丧礼人士的成绩 也备受瞩目 你下来编译 接下来聚焦到立法院 爆出蓝绿立委集体贪污丑闻 不但无党籍立委 赵正宇涉嫌阳明山土地的 开发弊案 另外包含了国民党立委 陈朝明 廖国栋 民进党立委陈唐山 还有前立委 也就是时代力量的 现任主席徐永明 这五个人通通卷入了 搜狗经营权的争夺站 检调调查 前泰流公司负责人李恒龙 他是透过白手套 来行贿这五位立委 来促进修正公司法 帮助他自己重新掌权搜狗 行贿金额将近4000万元 其中备受争议的立委苏正清 他一个人就收贿高达2000万 从昨天深夜到现在 涉案的63人 陆续移送北检附讯 而李恒龙一早抵达地检署 否认行贿 还变成跟苏正清认识很久了 说这2000万只是借钱给他 自称只是受害者 前泰流公司董座李恒龙 涉嫌行贿立委将近4000万元 一号一早被移送台北立结束 我何止清假意 我是被害人 强调这钱是借贷关系 话说的委屈 但检警却查出大笔市政 踢爆整起国会跨党派立委的贪污丑闻 这五名涉嫌卷入搜购经营权之争的立委 包含蓝营的廖国栋和陈超明 没有 确定没有 绿营前立委陈唐山 训后以涉犯贪污至罪条例 预令50万交报 而被传出收贿高达2000万的苏正清 面对提问只有挥挥手 不做任何回应 另外时代力量主席前立委徐永明 也喊冤说自己没拿钱 你有收贿吗 有收贿吗 没有 整情刑换案件的两名白手套 苏正清前办公室主任郭克明 和同龄百货总经理温华丽 也通通到案 更另外扯出 无党籍立委赵正宇 也是透过他们向殡葬业者收贿 施压营建署 变更土地立幕 为什么要遮住脸 是有做亏心事吗 没有 检警调查这起国会大规模收贿案 起因旧事搜购的经营权之争 前太刘董做李恒龙 不满被徐旭东抢去公司经营权 就买通立委提出公司法修正案 也就是俗称的搜购修正条款 法案虽然在2018年三读通过 但经济部却结识新法不溯及既往 让李恒龙气炸了 只好二度行贿立委 再度施压经济部修法 帮助自己重新掌权搜购 院长有了解 有立委施压部会收贿的案子吗 韩令委苏贞青同样出身屏东的 隔魁苏贞昌 跟多名民进党大佬出席 前总统李登辉追思会 面对敏感的收费问题 全都脸色难看 不多加回应 到底是哪些名单 一手领国家薪水 一手又拿企业的前办事 剪掉抽丝剥茧 一个个都要查清楚 这台北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再对建管处大动肝火 他不满核硕违建案 竟然其实没改善 竟然脱口说出了 再逼几个轻声就可以 这句话引发了各界哗然 而另外柯文哲呢 谈到了李前总统病逝 他则在爆料说 李前总统病情最后阶段 的确是非常辛苦 医生敢决定要把管 所以 其实我觉得李总统 最后那段时间 应该是很辛苦 哀悼时代的英雄 柯文哲憋在心里的话 终于能说出口 如果我没有去看他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知道死亡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最后时间留给家属 李登辉生前最后一刻 柯文哲没去探视 此时消息一出 却是第一个抵达灵堂的政治人物 但脸书PO出这张 李前总统的病容照 遭到了网友骂翻 我跟李总统的最后合照的照片 其实当时他就是 身体不太好的 引发怒火的还不止这 柯文哲31号交通汇报上 不满河索违建案闻风不动 再对建管处开刀 说出再逼几个亲身就可以 但才发生真心业务员疑似 涉贪亲身事件 根本又在同仁伤口上撒盐 对啊 当然不妥当啊 有一天出事了 那最后要去顶罪的还是基层员工 所以我就说这个 这个最后结局就是 要再逼死公务员而已 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会下令说吗 以后这种集体贪图事件 一定连坐三级就这样了 不过贪污这把火也烧紧国会 立委部分党派都被点名 除了民众党置身事外 检察官没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不敢去搜索立法院 检察官正式宣布 我们再评论 你现在讲太多 就好像落井下石 一向有话直说的柯P 这回很反常 毕竟调查出炉前话不能乱讲 讲黄湘先生看不懂 港区国安法上路满一个月 港府对于民主派下重手 而31号呢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 原定9月6号要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要延后一年 而在宣布选举延期之前 港府更一口气撤销了12位 泛民派候选人的资格 裁定提名无效 此外港警还依法判定了 前仲治创党主席罗冠志等 六个人为乱港分子 正式发出了海外气令 对于港府这一连串动作 美国谴责是大开民主倒车 港府以疫情当党建牌 将原定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 港府不但没收立法会选举 更在前一天以提名无效为理由 没收12位泛民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前仲治秘书长黄之锋 就在黑名单里 去年底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 让北京有如芒刺在背 决定联手港府下重手 种种作为让美国看不下去 北京方面肯定港府延后选举的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香港选举纯属中国内政 外界无权干涉 英国则呼吁香港不要破坏自治精神 德国则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港府打压一级可说是动作频频 港警还对流亡海外的 六名香港民运人士发布通缉令 其中包括前仲治创党主席罗冠聪 综合报导 百律 百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